这个是战事第24天 俄国出动末日飞机发出核警告 最主要就是欧洲的军援 巴美国的 马里布乌布尔陷入巷战 俄媒说乌军将平民当作盾牌 这是一个巷战的图 马里布尔还是打巷战 因为那边重兵很多 因为他们很早在乌东就布置重兵 乌克兰 所以现在在这边就是要咬这个硬骨头 你看这边是巷战 基本上他这边就是属于 精锐部队在对打 他在对付那个顶楼的狙击手 这个照片是他们对付顶楼的狙击手 在现场在那边就是枪声 战地记者 这个是俄国战地记者 红星电视台的 他说这个院子 就是经过大战之后这个院子 这个 有很多尸体被 就在掩埋在院子里面 棺材都挖好了 这很惨 有些尸体是被遮盖的 之后这个红星电视台访问之后还引发了那个什么 两个 两个乌克兰人在那边打 因为立场不同 所以都已经被搞到这样了 真的很惨 我刚刚看了一幕这个 整个内容 还有辅助其他的一些那个新闻的 这乌克兰你群众已经被搞到这样子了 你还在信乌克兰那些人干什么 那些政客干什么 马上就是秀秀旗啊 秀红旗啊 你秀苏联旗也可以啊 你秀苏联旗的话 俄罗斯都接受 我跟你讲 你说你不要秀乌克兰旗吗 你秀苏联旗吗 你秀苏联旗 那个也是一个自保的方式啊 那也秀苏联旗啊 结果你看 所以我说 为什么我平常有时候讲 像类似马云那种人 还有台湾的一些什么买伴那些 那些跟外国人勾结的很紧密的那些 有钱人偷偷拿脑 他们就是造成今天这个局面的开始 为什么 你这直连斯基已经是最后的结果了 他是这个方程是最后的结果 前面的几个因子 都是那些类似早期 乌克兰的那些寡头开始 那你看他在底下的操控 你只要是亲额的 他最后就把你颜色革命弄掉 就好像以前国民党那些买办 把你那个统派和正人君子 把你弄掉 他换上一个奴才啊 听话的嘛 跟外国才能紧密的勾结嘛 那你看你乌克兰人民 现在被弄到处都是尸体了哈 还被耍 所以说那种人一定要给他白刀子 见红刀子出就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很 不要客气 因为那种人就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阴子嘛 那这个上面都躺满了一堆尸体啊 他说很多是被掩盖起来 然后已经挖了在外面 那空地就随便挖了一个 那草草埋葬的嘛 所以这个居民都已经打成一堆废墟了哈 然后这边还在向战哈 因为他们那个玩强分子 这就跟外国人紧密勾结 像那个右驱还有那个 那个 那他们不被接受投降嘛 他们就实战到底 现在就打狙击战 打狙击战 然后用 这次是用那个 俄罗斯除了用那个反狙击武器之外 就是坦克炮直接打 因为上面有狙击手啊 所以你看这边 这个顶着一个钢灰出来 让我想到二战的那个狙击群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个 这个 这个亚述海已经被控制了了 然后这边切换到那个基辅 基辅基本都停电了啦 基本停电了 轰炸听说是越来越紧密 动不动就听到轰轰 可见也是大量的弹药 跟那个枪枪战都有 奇怪打了那么多天的 那个弹药跟枪战 没有打到哲联斯基 那代表真的是哲联斯基跑掉了 早就跑了 然后他在铺那个绿布木 其实我看还有好几个 还有好几个什么战略专家 包含凤凰的 还在说什么 俄军动作太烂了 怎么没有 而哲联斯基怎么还可以发视频 怎么还有网路 这网路一定是切掉了啦 电力十有十无 那关键是 也不是那个台湾的那个媒体说什么 新链发威痛载俄罗斯的那个坦克车 这个 这个是假新闻 事实就是 那个哲联斯基早就在国外 在国外来指挥你们 在国外来指挥你们 已经在波兰了 因为以 这是西方的媒体自己发现的 因为他的那个 他发出那个视频 他后面那个布木有点怪 后面的背景有点怪怪的 他们找那个专业的那个分析 发现那就是电影 因为他本来就演员出身 他的班子全部是演员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嘛 又那个 你看这已经是到玩到极致了 所以 台湾一定要慎防这种 这种邪恶政客跟邪恶买办 因为台湾特别多 也很多种人 要不是台湾的情况比较特殊 很早就两边沟通了 我讲过四项证 对不对 早就有两边沟通 不然的话 这个就是下场 就是死得很惨 死得很惨 所以那个 美国人会 因为乌克兰又是一个国家比较大 面积比较大 实力比较强的 所以他 他就支援很多东西 让他真的 真的这样死 因为台湾是一捏就死了嘛 那台湾也有类似这种人 也会很惨 不能给他激烈抵抗 所以有激烈抵抗的 我建议各位 有类似 那个买办 这边已经是烂掉 不可能了 现在只是想办法把国民党给他弄倒 如果打开战的时候 有这种激烈抵抗的 你要跟自己台湾的朋友讲 就给他 对他脑袋后面就开异枪 白刀子进鸿 为什么 你激烈抵抗死的人就更多了 你要做的是绣红旗 台湾这边绣红旗 绣什么那不用讲了 重点 你看乌克兰也是绣红旗 可以救你 因为他里面我看到有妇女 有儿童还有老人的尸体 有打死的 那是榴弹打到的 不是只有士兵和男人的尸体 连那个都有 但这已经是非常悲惨 你已经是被政客吃干妈尽 然后这些富豪都跑到国外去了 在外面指挥你继续去死 结果你还在那一步 还在那边打 这已经是到了什么 不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 已经见了棺材躺在里面了 还没有掉泪 这真的是被玩弄到 见了棺材躺在里面了 还没掉泪 这真的是 这国家真的是没救 所以这个普京最大的失策 就是你没有赶快成立一个 新乌克兰政权 哪怕这个乌克兰政权 是国际不承认的都无所谓 他不承认都无所谓 他永远绝对不会承认 他只会承认 泽连斯基这个演员 他只会承认他 哪怕他跑到国外也是承认他 那个西方美国的 一定动用所有全世界媒体 去承认他了嘛 所以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要把那个乌克兰的老百姓给他整合一下了 普京要派一个人过来整合 可能以前这天是那个什么 亚务科维奇可能不太行 他的声望不够 要找另外一个有人望的人 这就是要考验他的政治智慧了 但他现在战都还没打完 因为那个我前面提过的原因 讲干道书 所以这个基辅 他包围基辅 英国情报局讲的 包围基辅计划推辞 可能英国情报局常常出错了 这不奇怪 这不奇怪 这不是重点 可能已经包围都已经开始在打了 你还说包围基辅推辞 这边是基辅的外面街道已经开始也是炸成这样子 炸成这样子 都已经这样子 躺进棺材了 还不掉泪啊 因为他就是被绑架绑在战车上嘛 所以台湾这个要警醒这件事情 看了这个你要警醒这件事情 要是真的 还好台湾的美美兵 我们以前都有功劳 都有练过 让他变美美兵 你就不可能这样子 然后绣红旗 大家都在暗串 要绣红旗 所以红旗要准备 那是压箱底准备的 那个是要有 那个 你不要小看这个红旗 那个旗 旗子 我前面讲韩信用兵的一个原理 旗子就是他 他用的一个重点 这也是中国后来 所有的兵家都学他 当然这不是韩信最早创的 他只用的最灵活 因为战国时期就有人这样玩了 就是 那个金碧日期 敌若云 死交最近 四真寻 对不对 那个 屈原讲那首诗 因为旗子 他插满的时候 他是正撞身士 不管哪一方 他是撞身士用的 哪怕是现代化战争 你不要用老外的那一套 因为这个撞身士 你弄过去 他人心就变化 会跟着你的那个 设置和切换 会做变化的 所以这一点 我可以点出来 但更深入的是票 我就不讲 所以红旗是很重要的 你看 普京就是少了一样 你中了那个 铝 我前面讲了 银权战斗的 你看 等一下后面有讲 你看后面后面 敖德萨 敖德萨现在出现了 七艘俄罗斯的海军 他们估计 这不是海面上吗 他出现了这个 俄罗斯的海军 他上面 情报估计是总共有八个赢到九个赢的最精锐的突击队 要攻 可是 敖德萨他这边布置了好几个旅 那你就可以知道你是用赢去打他的旅 虽然说你的战力比较强 他那边离心离德 战力不行 乌克兰战力不行 可是你看 他就可以 他就抓到你的肉 他知道说你那个是 精锐但是数量少 他只要后面一直来援军 你这个就有问题 所以现在俄罗斯还没有 不敢马上突击敖德萨 还要做其他的空中打击 跟其他的方法 突击的 因为俄罗斯可能还没有那么强的海军 可以大量登陆 陆地上也有 针云过来也有问题 突击上针云过来有问题 从克里米亚半岛过来有问题 你看一下地图就知道了 那代表他的兵力就是不够 他才没有办法这样子 进入奥德萨 从陆路上面两面给他包抄 因为他这个就不是大兵团作战的概念 这个是大兵团作战的概念 他这个就不是大兵团作战的概念 就是用那个精锐的海军陆战队登陆 然后还有空中精准打击 那 那这边就是中了那个事情 所以你普京其实 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 普京也可以秀红旗 他只是他不敢这么做 因为怕政治上 俄罗斯内部政治上会有一些问题 但是 现在是特殊时刻啊 你做什么的话 俄罗斯老百姓都支持你啊 你应该把那个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就把那个苏联旗 稍微做一个记号 打进去的时候 沿途就是差苏联旗 你不要差俄罗斯国旗啊 差俄罗斯国旗的话 说不定乌克兰的老百姓 会认为你要并囤他 你就差大量的苏联旗 大量的苏联旗 撞绅士 以撞绅士 你外面的事情都不用管 哪怕 俄罗斯内部的老百姓 他绝对是支持你的啊 你做什么他都支持你 现在 那外面那个西班国家 他看到苏联旗帜又出现了 他就算发疯似的狂叫 但是他内心会更害怕 因为他看见斯大林 看他到处都是红旗 斯大林 反正到时候你再换嘛 所以关键这个 这是一个人心作战 所以我提供这一招真的是 不过算了没有用 人为言亲 难得讲了没有用 但是这个比得上你十万大军 二十万大军 三十万大军 因为乌克兰很多老百姓 马上就会立场会开始翻 然后你重新再派一个乌克兰 乌克兰总统就好了 在红旗之下再成立一个乌克兰就好了 对不对 因为乌克兰这国家 在你的那个开头的那个 出兵之前的那个讲话 你自己也讲乌克兰这国家 是苏联搞出来的 那局面也就在暗示你 那你就 就苏联来解决 既然是苏联搞出来 那就苏联解决 那你不休红旗 你普京为什么不 一片红 乌克兰江山一片红 这给他过去啊 还怕什么 因为你现在做什么 俄罗斯老百姓都支持你 然后你做什么 西班国家都在骂 对不对 你秀一片红旗 搞不好中国人又跟着嗨 那你说到底是不是成立苏联 那两说嘛 关之两个口啊 一切以战场为重点 对不对 算了啦 普京没有这个 他中了讲干道书 他没有这个能耐 但是如果是斯大林 他一定想得到 因为我讲过斯大林 是被谁附身了 我讲过 乌克兰说 因为他没有海军 他说空军也不行 制空全被拿掉了 所以他无力 击退这个黑海舰队 所以他这边 奥德萨 这边是警报一直响起 他底下就采访了一个人 是从乌东来的 就 那是几年前 乌东已经爆发战事了 他们就从乌东逃到乌西 就来到乌西以为没事 结果乌西又打起来 他抖到底下 所以我说你们这些人 他说现在警报一直响 一直响 奥德萨警报 那你 所以为什么 我觉得我传授兵法 传授太多了 你这个真的是中了 赤壁之战的技了 中了赤壁之战的技 还好你的敌人不强 然后他也只有前面的那个 蒋干倒数反间计 他没有后面的连环计 也没有苦肉计 也没有一堆 借东风计 没有什么各种计 串在一起 没有没有 所以你俄罗斯还可以打 包含美国他也不敢 但他前面这个就够呛了 你看后面 这个 虽然掌控制空权 但是 空人之路把他堵死了 但是西方国家有一个秘密 援入乌克兰 他原的都是武器 很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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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要你继续去 自向残杀 他还要继续送武器 让乌克兰去自向残杀 乌克兰跟俄罗斯 去自向残杀 这非常邪恶 他这个 他说这个是转到 波兰的 热书夫机场 然后从陆运秘密进去的 你看 你看这个情况 我们先不讲到最后的谁成谁败 你看他 先让你搞银群战斗 对不对 我前面讲的 你的部队已经搞了 小额金小额美小额审 你回去我前面讲的 听的 然后他接下来这一边 他搞胡志明小道 他是不是在用东方的东西来对付你了 我今天要特别小心哦 这是东方的战术哦 他搞胡志明小道 你看他 因为自空权被拿掉了嘛 对不对 这有点像是美军当中拿掉那个 那个北越的自空权了 对不对 然后北越怎么样进入南越来 来对付美国的那个部队 是不是走胡志明小道来增援 他这边就是 从这个机场一直在送武器进去 他把那个傀儡操控 你看那个 他把他操控成胡志明 他躲在不知道哪里去 在那边演戏丢影片出来 然后还一面打 一面跟你谈 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情况 一面跟你普京在纠缠 在那边谈 那他成功的就是想要 复制第二个越战 或者是阿富汗战争的模型 来 那阿富汗的时候 美国是不愿意谈嘛 对不对 但凹了20年嘛 对不对 打了20年的小二军小和美 小和省 那你这个就有点 有点可怕 因为他是 陆陆直接接壤的 有点像越战的 模型就倒到那边去了 所以遇到这个方法 最好的一个破证的方法 就是 旗帜 这就很简单的 因为你已经中了 讲干道书了 你这没责任 然后他开始搞胡志明小道 你看西方军援入屋的 第一战是利沃夫 利沃夫现在一直被炸嘛 你在炸胡志明小道 是不是这样 这是犹太老在模拟 越战的一个 另外一个场景 然后把你变成当初的美国 所以俄罗斯要你要特别小心哦 因为他这样 他就可以特别耗你啊 然后配合外面的经济切断嘛 那经济切断的话 你美国当年耗得起啊 因为美国在越战时期 那个时候他国力很强 他耗得起啊 那你现在俄罗斯如果中这个 你耗不了那么久 耗不了那么久 虽然战场上你还是打赢 到最后 但是你政治谈判 觉得谈不下来的 他人已经跑了嘛 那你现在炸胡志明小道 有点问题 那你要 要部队要整个占点 那现在只是 已经是这个状况的话 那你也只能先歼灭乌东的所有乌克兰的主力军队 然后赶快成立 乌克兰的 新政府 亲额政府 这一定要出现的 这是他想得到啦 啊 罗马尼亚与 奥德上接壤的 又是一条补给线 你看 胡志明小道 绝对不是只有一条线啊 你看这个 这犹太老马上去偷那个 偷票啊 他偷越战的票了 你中国人的 中国人的其中一个兵法之一 中国人的兵法之一 他偷票了 这我已经看穿了 我都告诉你了 你们赶快 广推我的节目吧 广推告诉 看你们有谁认识普京 你中计啦 你在小心哦 你要小心 我们是要以 我当然希望你俄罗斯 但是问题是 还是要防范嘛 防范啦 虽然说 俄罗斯输赢对中国人来讲 现在是很重要的 现在很重要 俄罗斯不能败 但俄罗斯就算 我们退一万步来讲 就算他最后没成功 但乌克兰已经是 一定是中立化了 闹成这样 那 俄罗斯会失很多血 但他毕竟已经脱欧入亚了 这倒不用怕了 脱欧如亚 他不可能加入那边了吗 你看 他反过来 送这些东西 是不是你当初苏联送给月共用的 类似也是这样子啊 苏联当初送给月共不就这样吧 那当年的中共苏共送给月共就是这些东西啊 武器援助啊 中国是送了很多医药跟那个后勤补给了 还有其他的啦 那当时苏联当时送给那个就这样 他像反过来一样用你啊 讨厌啊 对不对 所以他要美国加速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 你不要小看这个 他这个已经是有那个祖国江山 不是就是那个 那个 月战的一个盗版打法了 套你俄罗斯的 月战的套你俄罗斯 那你现在使用的方法就是要祖国江山一片红 苏联旗拿来用啊 那是秀旗子就可以破他 你不要 那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咒术了 领域展开的咒术啊 因为震动整个乌克兰人啊 到底是不是苏联 你们自己去猜嘛 我到时候在从这个一片 一片红旗当中出现一个人嘛 那是轻额的嘛 对不对 那你是苏联造成的国家嘛 那就是苏联来解决嘛 对不对 但是到时候你还是叫乌克兰 那另外一回事啊 这个你们知道 长期知道他们的那政治体制的 你们懂啊 我传授太多了啦 但没有用 没有用 就是这样子 中国外交部 那个 就在跟美国还在打嘴仗 就打嘴仗啦 不管民众到底需要枪炮还是食品 这没有意义 你这样打嘴仗也可以去争取一些国际舆论 但对于信者横信 不信者横不信 现在世界的舆论已经被美国切分成两块了 信者横信 不信者横不信 而且他们切分成两块的方法 我看得出来 你看他油管 我就举油管做例子 大陆的一些媒体的一些人 他不尽他的流量 哪怕你是骂美国 是激烈的爱国主义者 他不尽流量 但是你是台湾的人 如果是支持他们的 亏被尽流量 包含那个 为什么 他就要把你切分成两块 所以你台湾支持的他的 他反而会切流量 你大陆的爱国的他不会切 他让你发言 那基本上你就是两个群体的 两个群块 很容易就变成 很容易群体就分成两个群块 那所以你现在搞的就是 信者横信 不信者横不信 外交部讲这些当然还是要讲 但是效果已经不是很大的 你现在外交 其实外交部现在只有一条路 就是每一天 像当年骂共产党的方式 你现在反过来骂 就是美国包含台湾 台湾都演给你看了 怎么骂共产党 你就照三餐怎么来骂美国 外交部基本就干这件事情嘛 就到你拼命骂 把你祖宗八蛋的粉 全部扒过来一个个骂 你外交部其实就这件事干了 照三餐骂就对了 照三餐骂 你就是在挑这个情绪 一定是这样子的 因为信者横信 不信者横不信 他们已经用尽各种方法 要渗透破坏 各种你看 竟然还会 你看我经过我这么一点评 你就清楚了 越战招数 越战招数 这边你看不信者横不信嘛 说乌克兰领土完整 还有那些平民 1999年的时候 你在拆解南联盟的时候 炸他们的时候 谁来管他 这个都 就信者横信 不信者横不信 所以媒体上是没有意思 他早就用这种方式 把世界的媒体分成两个阵营 那 不要中他的计 现在的 俄罗斯就是这个 这个方法就可以破局了 就可以破局 我前面提了 赶快稳定住你 攻陷的地方 攻陷的地方 赶快稳定住 而且 你还没攻陷的地方 看到攻陷的地方 已经是 一片红旗 苏联回来了吗 最好把斯大林的 就像拿过去 充分利用啊 充分利用啊 不管是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啊 能利用就拿利用啊 这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不然的话 你看 乌克兰斯已经是被人 卖到棺材里面了 这已经建了棺材 还不掉泪 对了 进一步 无法